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在讲 孔末横飞一下就忘了 这是一件什么呢 阳神 哪里的阳神呢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阳神还不多见 红山文化最多见的是牛神 太阳神 牛神 我个人的看法 这件应该是一件阳神 我鼠羊的 我以为年生的鼠羊的 我的感觉它是一样 一般人可能就看两个大脚 而且红山文化 牛比较多 这段是牛 不一样 你看它的脚的那个长相 脚的那个长相 所以给各位先照着看那种感觉 非常漂亮 这玉子相当相当的好 这个是秀炎玉里面最好的一种玉种 叫做和摩玉 叫做和摩玉 和摩玉 就是相当于和田玉的质量 和田的质量 而且我们是独子 和田玉的独子 我们是和摩玉的独子质量 给各位看看 它的前半部 前半部 是清语 后半部有庆红 再转一圈 后半部有庆红 也是带皮 带的红皮 加上沁 因为它五千多年的时间的话 它从皮的地方 最容易犯沁 所以相对照 它前面的这个细腻又润泽的 这个所谓的开窗处 前面整个开窗 后面来说是包皮加沁 除了它的头顶 头顶还是清语没有沁到之外 那后脑勺开始 所谓的红韵当头 就清的是红皮 红的皮色 而这两个大脚油油润润 跟那个大脑袋相互辉印 那个大脚上面又刻的什么 一棱一棱的 所谓的像 红山文化流行这种瓦钩纹 就像我们老式的房子 那个瓦钩一样 那叫瓦钩纹 这当然这个是特殊的一种瓦钩纹 特殊的一种瓦钩纹 它是因为它把那个脚 把那个脚的那种灵动感刻出来 刻出来 而且这两边 各位看打孔 我昨天有很多打孔的照片给各位看 为什么要拨很多打孔 给行家看 我刚刚早上看的还不错 有一位身仙人 身家量先生 他是 我很难得了 也拨了 我拨了十多个网站 其中有一个是红山文化 专门研究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建长的一个网站 它里面一个资深的长家 身先生 资深的长家 他也是那个网站的管理员 他就留一句话 打开门 漂亮 这行话 依据点到位 打开门 什么打开门 各种角度讲 从他的玉子 从他的 什么 庆舍 从他的什么 文士 从他的刀工 甚至于他的打孔 各位看 他的那个打孔 为什么给各位特别看这个孔 哦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但是现在可以仿 但是你仿得了 一分 仿不了两分 仿到两分 仿不了三分 他的这个打孔啊 为什么我用很多的照片 放大 在我那个傻瓜相机能力范围之内 我尽量把它放大 为什么 就给各位看 做界定的 有的时候 你要宏观 有时候从小围观 也可以看 那打孔就看得出来 我们的打孔 是慢速工具 用手去转 或者是用简单的铺具 去转的 跟你现在电动工具 嘶一下 嘶一下 连现在 你去修车子也好 或者你家里面有什么 修铝门窗 或者舔门坏 你看他那个现在的工人来 他连跟拆装螺丝 拆跟装之间 他都用那个电钻 加上罗帽去旋转 嘶嘶嘶 嘶嘶嘶嘶嘶 不管上或者松 他都这样 但是有些老师傅 尤其手工打造的车子 哇 那个精美 他就一定用人工 尤其那每一部都卖的 台币来说 上千万的这种超跑的车 他绝对不会给你用那个电动转头去上 尤其关键的螺丝 关键的螺丝 他一定就用手动 为什么 因为手动 用手动的这种 怎么讲 这种珍贵之处 因为 我讲手工打造的东西 是将来的这个时代里面 能够卖上高价 是能够让人家作为珍藏 因为将来的机器太发达了 这个机器变就变 我们早期 不要说别的了 那个机器馒头 我小时候住基隆 东信路 东信路上正好有一间什么 麻油厂 他那边也兼卖一些馒头 兼做一些馒头 这个早期 那手工馒头 都是手工 机器馒头 我小时候刚出来 当我学零钱的时候 已经懂事了 宝贝的很 哪一家去哪一家 他用机器赶出来的面 哎呀好吃啊 机器馒头 我还特别跑那家去买机器馒头 然后 卖的还贵一点 然后他撕下来 还舍不得一口一口咬 又撕的 他会像什么花卷一样 一圈一圈 因为他用机器货 机器在那角度 机器是什么 力量很均匀 力量很大 但是他也比较什么 自制化 不要手工的东西 推然后上下左右 又上戳下戳 左戳右揉 他没有规律 他那很规律 一层一层可以撕下 哇那时候像花卷一样 宝贝啊 隔世隔多少年之后 尤其现在 半个世纪后来 半个多世纪 比方说半个世纪 一家子 我算60年后来今天 你在看那个机器做的东西 不管机器包的包子 机器包的水饺 或者机器杆的馒头 正眼都懒得看一眼 那变成一个最廉价 最大众化 你要是哪里 哪一家馒头好手工感的 哎呀大家趋之若鹜 是不同的时代 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个 国家文化这个打工 用手转 因为我在 我在所谓的 我做过一段电机 虽然时间不长 那个电机的单位 上罗斯 它有棒数 为什么老师傅 老师傅的手 就是比棒数还准 但是手工上 它有局限性 手工上 它就是短暂 短暂 短暂 它是靠很多短的连结 而成了一个长线 机器的东西 是直接 吐吐吐就到底了 你要刹车都来不及 吐吐吐吐吐吐吐 往下 吐吐吐吐吐吐 你看这个打口 你看这个打口 现在的机器转口 它怎么样去模仿以前的人 再模仿 它没办法把它的工具痕缩到这么短 除非 你也学古人 你用古人如切如说如作如魔 你钻一个洞给你钻一年 别的事都不要干 赚这个东西要赚一年 你可能吗 不可能的嘛 你成本效益上划不来 而且你也不会 工艺坦白讲 你手都酸了你也不会 你就用仰赖机器仰赖罐 所以我放大那个 就给各位看的轨迹 看的工艺的轨迹 第一个都短线连接成的长线 那骗不了 人访不来了 为什么访不来 你没有这么多时间 你也没这么大的手劲 人家可以一带做 做不成两带做 做不成三带做 做一个好一点的玉帽 是这样 还有 它的角度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硬式的工具 高速的工具 突入一下进去它就过去了 它是一条直线 它那个隧道就像雪隧 丝毫不差 它是一个直线 古人呢 用手进 你用手去转动 它会有角度 它 尤其是刚开始 在凳口的地方 都会形成那种乱纹 什么叫做乱纹 你钻不取火也是这样 刚开始 它对不到缝 它会走 我们有时候 拴螺丝也是这样的 拴螺丝 你公牙的时候 拴螺丝 也就是刚开始 它会跑 你刚开始 你要盯它一下 给它有个印子 你才顺着 往里面转 这个道理是一样 古代的东西 它有好多 你看 我们灯光一打击去 发觉它的那个洞 是好多角度 你也没办法 你现在机器 机器弓突入一下 它就过去了 没办法 所以从短线 还从它的光影 形成不同的角度 从这两点就够 好不好 我们再讲 刚才说的 从它的沁 从它的风化 从它的造型 所以我就说 那个所谓的洪山文化 预计鉴赏 那个古董网站的 有经验的一个 资深厂家 也是网站的管理员 一句话道 大开门 漂亮 就是我对 今天我对这五八九级 我们这一件 羊神 做的一个定位 我很喜欢它 可能跟我自己 属羊有关系 我本身就喜欢羊 羊看起来很无辜 很憨厚憨厚 因为我们这一件 你看它的眼神 还有带有外星人的那个眼神 这个巴蜀文化 现在不是很流行 新出土的很多东西吗 你看那个眼神 也是 带有类似外星人的这种眼神 跟现在的人迥异 跟现在的人迥异 它算是羊 可是它用人 羊跟人的一个复合体 羊跟人的一个复合体 非常漂亮 它的鼻子那边 也是用瓦钩纹 很细腻的瓦钩纹 那两个鼻孔里面呢 因为时间久了 有什么 有渗透交接的 两块小石头 有两块小石头 很自然 那个夹不来的 你塞都塞不进去的 塞进去它也会掉出来 而且会把它弄坏掉 那就长时间的一个累积 可以做一个 鉴定上的一个旁证 做一个参考 非常美丽 有艺术造型 它寓质又好 油油润润的 它那个包将来那种感觉 那比他们现在 任何一件拍卖的物品 非常漂亮 而且等级高 所以它数量也少 红杉文化 你要看牛神的比较多 你要看到羊神的 哇 我想讲很难 我不敢说我们这是公平 它真的是很难 羊 而且是大地美的化身 我们的美字就是从羊字而来 所以羊大为美 我人家羊大为美 是美字上面 是不是一个高羊高 下面一个大 羊大为美 我们讲义气的这个义 义气的义 中义的义 仁义理智性的义 也是 以羊为首 以羊为首 羊 羊它有好吃的东西 它不会独吞 它会呼朋引伴 它会找它的羊群 所以我在苏伊兰旅游的时候 我们开车在那个旷野贫穷的地方 高原 很寒冷的地方 那不是养马 就是养牛 就是养羊 那羊从那个比较 篱笆 比较矮一点的那个篱笆 或者破爪的篱笆 跳出来 蹦很多次它才蹦 羊很会跳 有一只带头老公羊 跳出来 后面就蹦蹦蹦跟着一群出来 十几只 大概一二十只吧 没有细算 一跳出来 正好我们车开到那边 我们在那帮他拍照 看到我们的眼神好纯真 尤其在那个荒野 荒郊野 野外的地方 又绿草如荫 那英国的草皮 一年四十一头绿的 非常漂亮 那种感觉 好像看到亲人一样 可以又有点不好意思 那种眼神 无辜的眼神 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 淘家的这个羊 他还有 还跟着你 所以我们现在在 这样 领头羊 领头羊 这个话是就没有错的 他一定有一只大公羊 在他领头 后面蹦蹦蹦就出来 十多只 这一二十只的 他养的数量更庞大 一二十只只是什么 淘家的 出来六打六打 那大家还是有个 带头的 顶头羊 我这种看 而且不止一次 类似的这种场景 不止一次的 我们在旅游图中看到 我觉得好可爱 好可爱 而且我们画家画羊 我也很喜欢看 除了羊头之外 连羊屁股都很好看 羊屁股 肥敦敦的 肥敦敦的 很真真实实的 所以护棚引拜 有好的木槽 它绝对会护棚引拜 它不会独吞 这羊的义字是这样来的 这羊大为美 义 当然义气的义 被别人开玩笑 开玩笑的 讲说 我王八 倒过来写 倒过来看 从最下面看 义字下面就有我 我要王八 就是 那是一个玩笑话 因为你要讲义气 你就必须要 要有所牺牲 必要是真的要把自己 踩到脚底下当王八 否则你处处都为自己争利 那就什么 与民争利 像现代的政府 像现代的社会 上下交争利 或者与民争利 你这样政府 即便你选举一次两次的 侥幸让你成功 长久来说 这我那天感触 所以我那天 10月10号是我们 双十国庆 光会的日子 10月10号天气那么好 我很开心的 秋高气熟 安德一个国庆这样 虽然风风雨雨 但是总是大家的国庆 而且现在国旗挂的 也比以前多了 我心里 我们到了这年纪 就会有感触 人老了会有感触 年轻的时候 没什么感触 反正来日方长 11号 后来都大风大雨 马上台风 什么原归台风来 所以我的感触 我晚上都会带着 我的小鸟 六鸟 在我的工作室 小木屋里面 吹管乐 吹一首管乐 唱一首歌 我就选了一个什么歌呢 五月照今晨 五月照今晨 一步春秋时 千年孤城雷 一步春秋时 千年孤城雷 新王 重点是在这 新王在转瞬间 这个 正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茶余饭后 大家就变成一种 笑 谈话的素材 会过去看历史 所以我们 你要是正在创造历史的人 真的还要很小心 今天是什么 秋高气爽 你明天就是大风大浪 台风就来了 你一个 你一个 个人你要有准备 你一个家庭 你要有准备 你一个社会 要准备 你一个国家 更要有所准备 不能在这边 自满 愁愁满志 自得意满 选举显胜了之后 就在那边 那种嘴脸拿出来 这种最最要的 一步春秋时 千年孤城泪 成败难长久 新亡就在转瞬间 好不好 我们用这句话 给今天这堂课 做个结论 这是我10月10号 开心 秋高气 刚刚到10月11号 台风来袭的 风云变色 给我一个对国家的感觉 谢谢各位